各位騎友大家好 那麼今天要來講這盤騎呢 也是前幾天的世界大賽 是在天府盃的B組半決賽 由中國的唐偉新九段 直黑對韓國的深圳去八段 那這兩位騎手呢 應該大家也都不是很陌生喔 唐偉新九段呢是中國的雙冠王 也就是他拿過兩次的世界大賽冠軍 其中一次是在2013年的三星盃 他擊敗了韓國的李四十九段拿到冠軍 那另外一次呢是在2016年的印四盃 他是經過了五番奇大戰之後呢 擊敗了韓國的瓢另外九段 那深圳去八段呢是比較年輕的一位騎手 是2000年出生的 那長期以來也都佔據了韓國第二人的位置 不過目前來說呢還沒有世界冠軍的進帳 那這盤騎其實是在第三輪 那前兩輪當中呢 深圳去是擊敗了韓 擊敗了俄羅斯的伊利亞 以及中國的世界冠軍黨一飛 那唐偉新的部分呢是擊敗了余政騎 以及韓國的世界冠軍金智喜 好那我們就來看這盤騎 那這盤騎呢黑騎是唐偉新 他一開始前面下的是星位然後單關手腳 然後白騎靠一個這個也是AI出現之後呢非常常見的下仿 那白騎 黑騎實戰是選擇搬了打吃之後貼 白騎打吃了一長 那黑騎拐吃回去 然後實戰呢白騎是選擇往這邊拐一個 那局部來說白騎也有長一個下仿 然後長那黑騎只有沾 那白騎就擋一下之後呢 這邊有各種選點 最常見的是白騎拐一個 那黑騎跳 白騎就拆二 黑騎虎 然後白騎扳 然後黑騎貼兩下 貼三 貼兩下之後呢 往這邊飛壓去壓破白騎 那白騎就爬了之後跳回家 這樣子走大致上是兩分的一個變化 那另外在這個地方呢 在第一輪的天府杯比賽當中呢 柯傑對金智希的比賽 金智希也使用了這個點的走法 那這個點呢 黑騎這邊是必須貼出來的 如果說你簡單去吃這兩顆子的話 白騎就拐住 那黑騎這邊得沾 那白騎就靠了貼下來 這樣子白騎這個牆壁來說是太完整了 這個黑騎不能夠滿意 這邊被白騎給完封住 總是不太好 所以說黑騎這邊是必須得貼出來 那白騎這邊會選擇斑 那黑騎呢這邊有兩種下法 你如果說是斷的話 白騎就簡單的去選擇棄子了 就打吃了之後一嘗 去把這三顆子再去棄掉 這樣子的話黑騎收穫滿大的 實控很多 但是白騎外面的牆壁也能夠有 有許多的發展 大致上算是兩分一個圖形 那在柯傑對金智希的那盤比賽當中呢 柯傑是選擇這個猴出來的一個下法 那白騎就沾住 黑騎搬了長 那白騎照一個 黑騎衝斷 意圖讓白騎的牆壁出現一些漏洞 那白騎沾一下之後 黑騎也先叫吃一個做個交換 然後再沾回 白騎這時候點一個 去做一個棄子利用 那黑騎這邊沒辦法 必須得補回 然後白騎就把這顆子 打了貼貼 然後之後呢把這顆子給打死 之後呢黑騎往這邊掛一個 那白騎穿出 然後雙方之後就形成一場亂戰 那這個是黑騎柯傑對白騎金智希的那盤騎 也是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前的對局吧 好 那麼我們回歸實戰 實戰都不是這麼下的 實戰白騎沒有長這個 而是選擇拐頭上 那拐的時候呢 黑騎是選擇跳 然後白騎飛一個 這時候呢黑騎局部是必須補的 你如果說敢拖先的話 白騎這邊長了一貼的手段還是成立 這樣你這邊還是得補回 那我這個白騎再跳出的時候 黑騎外面這三顆子就會有點苦了 所以說前面這裡 黑騎是必須得補的 那走到這邊 大致上告一個段落 白騎再拖先去掛個腳 那黑騎小飛也是正常 白騎這時候呢 遞腳 黑騎夾攻這個 然後白騎拖了斑 實戰是黑騎選擇一個普通的定時 打了贊助之後白騎吃腳 那黑騎衝下來 然後黑騎搶到一個先手 去做左下角的行騎 那這個定時也是比較正常 不過這時候 AI推薦了一個另外的變化 是黑騎單長這個 然後白騎沾住的時候 黑騎貼住 那白騎這時候呢 腳上通常會打一下之後呢 就脫先了 然後脫先 那黑騎將來這邊可以先手頂一下 那這個圖的好處是 黑騎能夠走的比較厚 然後能夠在右邊有些發展 那他的缺點呢 主要來說就是 弱一個後手嘛 這個是眼見的一個缺點 那剛剛這個圖來說呢 他的優點是 黑騎能夠搶到先手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說 這個騎型來說呢 會比較薄一點 將來這邊 白騎隨時有搬出來之類的 一些手段 黑騎這個牆壁呢 不是那麼的厚實 所以說這個 這兩個變化 我相信唐偉欣肯定也都知道啦 也都很熟悉的變化 不過他經過權衡之後呢 可能覺得說 去搶一個先手 去左下角 行騎回來的更重要一點 好 那麼我們來繼續看實戰 實戰這時候呢 黑騎往左下角拖一個 那這邊他拖一個算是 稍微罕見一點點的手段 我們來分析一下 他可能有什麼樣的想法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棋局走到這邊啊 白騎這個左邊這條邊 是最寬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左邊行騎 肯定是很正常的一個思路 那局部來說呢 欸我 我先擺點33好了 局部來說 點33也是很正常的一部騎嘛 現在很流行的一手騎 那點33來說呢 他可能覺得 這部騎會 方向來說會有點問題 點33的話白騎就簡單擋 那你爬的時候呢 白騎就長 那這時候黑騎如果說 爬了扳的話呢 白騎只要選擇一個簡單的 搶先手的定式 比方說連扳下來 然後呢 再去左邊開篩 這樣子我們可以發現 白騎呢 去搶到這個發展最大的一個左邊 那下面這個騎型來說呢 黑騎甚至是有點重複的 將來不管說白騎是要打吃掉 還是說去做一個扳腳的動作 黑騎下面這個騎型來說呢 這個很厚 然後這邊也很厚 那走得這麼近 這個黑騎肯定都是相當的重複 所以說這個點33這個圖啊 黑騎很明顯是不能夠滿意的 白騎只要簡單去擋左邊 那選擇一個搶先手的定式 那黑騎就不太好 那如果說是掛腳會怎麼樣呢 那掛腳的話 白騎肯定也會選擇夾攻喔 他肯定不會選擇走這個 那這樣子就讓黑騎走到左邊了 所以他肯定會選擇夾攻 那如果說走夾攻的話 黑騎簡單點腳的話呢 這樣子黑騎又走到價值低的這邊了 又讓白騎左邊的發展不錯 將來白騎隨便這邊開拆一個 那這樣子白騎左邊的模樣總是還挺不錯的 那如果說剛剛不點腳 我選擇跳起會怎麼樣呢 如果說黑騎跳起的話 白騎在這個局部有可能會選擇一個場合手法 比方說左邊開拆一個 那黑騎如果說飛下的話 白騎在簡單的往腳裡跳 這樣子白騎依然是走到價值高的一邊 那黑騎下面這個騎型呢 可能還是稍嫌重複一些 所以說這個騎啊 還是黑騎稍微不能夠滿意 那綜合以上兩點呢 黑騎掛腳跟點三三似乎都不太好 所以說黑騎就選擇了一個拖腳 那拖腳的時候啊 白騎通常有內斑跟外斑兩種選擇 如果說白騎選擇外斑的話呢 似乎有正中黑騎下懷的嫌疑 如果外斑黑騎就簡單藏進去 那這時候白騎如果說 照原本的定時走法去做還原的話 比方說擋這個 那黑騎就簡單搬出 那白騎長的話呢 黑騎就爬兩下之後點這個 然後呢再去走左邊的這個掛腳 那走成這樣我們可不可以發現說 黑騎速度比較快 然後去撈取到實控 然後白騎這個後勢啊 剛好又撞到黑騎這個很厚的地方 所以說白騎這個後勢不能夠有很好的發揮 那讓黑騎掛到這個之後啊 白騎左邊的模樣發展似乎也煙消雲散了 所以說這一圖是 白騎完全不能夠選擇的一個下方 那如果說剛剛這邊擋下不能夠滿意的話呢 白騎如果選擇沾會怎麼樣啊 那黑騎就飛 白騎拆到這邊 看起來白騎似乎又走到價值高了一邊 不過呢 白騎這個騎啊 他局部已經虧損了 那左邊的模樣發展能不能夠去做彌補呢 我認為可能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黑騎這個騎只要簡單的往這漏一個 那白騎左邊的空呢 很有可能會被黑騎給輕鬆洗掉 你如果說搭住 那我就長一個之後一掛 那這樣子的話 黑騎似乎也是 可以把白騎的模樣洗得比較輕鬆 那這樣白騎局部來說又有點虧損了 這個虧的應該比較明顯 因為本來是白騎的腳嘛 那黑騎走兩下之後 反而變黑騎的實木的一個大腳 那這個肯定是黑騎舒服的一個結果 那白騎局部虧損 那左邊能夠發展的模樣呢 又被黑騎給輕鬆洗掉 那這一圖白騎似乎也不能夠滿意的 那也就是說白騎外掛之後呢 不管是沾這個還是擋下似乎都沒有好的結果 那也就是說白騎這裡只能夠選擇內斑 那內斑的時候黑騎長出 白騎也有沾或者立下兩種可能性 立下的話可能就另外一盤騎了 黑騎就簡單的拆一個 那實戰白騎選擇沾住 那黑騎拆二 白騎逼住的時候呢 黑騎飛一個稍微加強一下這邊 那白騎這邊拆一個應該也是必須的 你如果說敢拖先的話 我這邊逼到一下 黑騎下面能夠圍出取中木柱 而且白騎這個腳呢 也會變得比較局促 所以說白騎這個飛啊 應該說也是蠻大的一手騎 那麼接下來呢實戰 黑騎是選擇往這間沖一個 不過這邊啊 AI是覺得 黑騎應該在右邊去做一些發展 比方說拆一個 那拆一個的時候 白騎如果說 跟著補一下的話 那黑騎交換一下 可能也就是有一些實控上的便宜 那如果說白騎不補的話呢 黑騎接下來可能會在這邊繼續跳一個 那跳的時候你如果還敢不補啊 這邊這個虎的斷掉 這個白騎被割掉實在是不能夠接受 所以說白騎這邊可能要補個斷 那補個斷之後呢 黑騎再往這一飛 這樣子黑騎右邊的模樣發展 會變得蠻可怕的 這個模樣一張起來 可能會比白騎左上的一個模樣還要來的大 所以說AI是認為啊 黑騎應該在右邊去拆一個 不過實在呢 黑騎可能不覺得說雙方互破的一個格局 他比較喜歡 他可能就覺得 誒往這邊兼衝一下 好 那當兼衝的時候 白騎實在是選擇貼了飛回 不過AI對這個下法呢 是不表認同 AI認為白騎應該多貼幾下 之後去衝擊黑騎這邊的弱點 就往這穿個向眼 那穿向眼的時候 白騎 這個黑騎應該會比較痛苦一點 如果說你簡單的尖的話呢 那白騎就衝斷 那衝斷之後 黑騎這裡得補嘛 你如果不補 我這邊隨便你跳一下 這黑騎就崩潰了 所以說這裡黑騎得補 那白騎呢 就打吃之後 飛這個 這樣的話 黑騎這邊得跑 不管他怎麼跑 這個他首先 能不能連回家都是一個問題 再來呢 白騎這邊的搜刮 也讓黑騎蠻不舒服的 你如果說局部只能這樣子虎的話 的話呢 這樣子局部木術實在是太少 所以說這邊的搜刮也很不舒服 那另外呢 白騎這邊飛過來啊 黑騎這四顆來說 也是需要處理的幾顆子 那比方說你這樣子走下來的話呢 那這樣子你走這兩下 讓白騎這邊又多出許多木術了 所以說這邊飛過來 黑騎這四顆要處理也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說走成這樣子啊 那黑騎這邊要跑出來比較累 然後這邊又要被白騎給搜刮 那這邊又要被白騎給飛過去 所以說走成這樣啊 黑騎要處理起來應該是比較辛苦的 那如果說剛剛擋的話呢 可能結果上來說也是大同小異 白騎一樣是把他衝斷 那黑騎如果避免被白騎搜刮 可能想要搬毡之類的 一方面也是要做火 那做火的話白騎就簡單的把這邊打了貼貼 走成這樣子啊 一樣是黑騎不太好的一個結果 因為黑騎這四顆他都還沒有完全臨回家的 另外一方面呢白騎往這飛一個 局部黑騎似乎也沒有完全做火 你如果擋的話呢我就點了一般 這邊黑騎也是要出問題 沒有火 那如果虎在裡面這一爬也是簡明的不火 所以說這兩個圖呢 黑騎都不太好 所以說AI認為白騎應該去貼兩下之後 往這穿一個向眼 好像黑騎不是很好處理 好 那麼回歸實戰是白騎往下面二路飛 之後呢黑騎上面逼住 然後白騎點幾下之後蓋住這個 意圖去搖弓這兩顆黑子 那黑騎在局部呢施展他的一個騰挪手段 是往這飛一個之後拖一下 然後白騎長 然後黑騎再搬 算是一個看起來 看起來挺不錯的一個騰挪手段 好 那在這個局部呢 白騎實戰是選擇用衝的 然後黑騎搬了打出來 打了貼幾下先把這兩顆子割掉之後呢 再去頂這個 然後把這個給活了 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黑騎得力的結果 因為黑騎有效的把這兩顆子割下來 然後也收穫到許多木樹 然後一方面又把白騎的角給洗掉 那白騎所獲呢只是這邊的一些小小木樹 然後這兩顆子也還沒有完全吃乾淨 據說走到這邊呢應該是黑騎相當不錯 相當滿意的一個結果 那黑騎搬的時候啊 AI是推薦白騎這個衝是不太好 AI是推薦白騎應該去斷掉 那斷的時候白 黑騎如果說去頂這個的話呢 白騎就簡單擋 你如果說去活腳 那這個局部當然是可以活 但是走到這邊啊 黑騎這個騎醒其實是有一點點尷尬的 因為你如果說你局部要單立 這當然可以活嘛 那但是這樣子就會被白騎衝下來 黑騎局部來說木樹不是很多 那你如果說這裡要爬的話呢 這邊就會被白騎給打下來 那打下來之後後續這裡啊 白騎還有一貼 那這邊黑騎的木樹也是受損蠻多的 那這個被衝下來 確實這邊黑騎受損會比較嚴重 所以說走到這邊啊 黑騎要活騎 雖然是可以 但是騎型上來說會比較尷尬 而且白騎這邊也是把 把這顆子給切下來了 跟實戰相比也是 木樹所獲會比較多 所以說AI是推薦這裡白騎應該去斷掉 那不過實戰呢白騎是選擇這個衝向 那走成剛剛講的那個結果 這樣子似乎走到這邊啊 看起來是黑騎也 相當不錯的一個局面 好那接下來呢白騎往這頭上拐一個 好拐一個 那實戰黑騎是往這飛一下 然後局部黑騎這裡啊 虎這個應該是沒有便宜喔 虎完之後呢 你如果就虎完一下拖先的話 那局部白騎這裡打吃之後一靠 好局部應該是有可以讓 黑騎整塊騎走成雙火 也就是變成鈴木的一個手段 那這一靠黑騎肯定是不能擋嘛 你擋這個我一搬過的黑騎就全死了 所以說你肯定要阻渡 那阻渡的話白騎就長一下 那長的話黑騎這裡是不能夠去擋 擋的話這樣整塊騎就要打結了 白騎可以簡單的一長 那長黑騎沾 白騎在這裡立 這樣子黑騎這邊必須坐眼 去撐大空間 那白騎這班了一打 這樣局部就已經形成打結了 那整整塊騎白騎 憑空把黑騎走成一個關花結 這個黑騎肯定不能夠接受 所以說前面這裡啊 黑騎是下錯了 黑騎這裡局部是必須單瞻的 單瞻的話白騎如果再猴 黑騎就不是用擋了 他可以用跳的 跳的話白騎如果還是猴 這邊一樣去坐眼 那這樣子就跟剛剛差多了 這個白騎就沒有辦法去打結了 所以說這樣子走 是會比 單瞻會比擋還要來得好 但是單瞻的話 白騎還是可以去 走一些手段 讓局部黑騎是沒有任何的目數 就是呢 白騎這一猴 白騎猴的話黑騎一樣是不能擋 擋的話白騎再走這個 那跟剛剛那個打結的圖已經還原了 所以說黑騎必須去跳這個 白騎在這一跳 黑騎局部已經是沒有辦法完全的去 就是說 避免酸火了 你如果說打這裡的話 白騎是可以衝斷的 你如果要衝 白騎可以爬 黑騎這裡是斷不進去 這一段被提掉了 這不行 所以說這裡不入氣 那這樣子變成黑騎全部進死了 那這樣子黑騎當然不行 那麼也就是說 白騎這一跳的時候 黑騎只能夠藏這個 那藏的時候白騎這一破眼 黑騎必須呢 衝一下之後回去一擠 那這樣子黑騎局部已經走成一個 後手雙火了 那這樣子黑騎當然是吃不消 那麼也就是說前面這裡啊 黑騎這個虎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虎完之後呢 白騎這個打吃 黑騎這顆紙一樣是不敢沾 你如果沾住的話就走成剛剛那個圖 變成 白騎可以先手把黑騎走成一個雙火 那黑騎當然是不行 所以說黑騎這裡局部啊 已經是不能夠再沾了 那也就是說 黑騎這裡虎一下也是沒有便宜的 好 那麼實戰呢 是黑騎往這邊 飛一個 然後白騎實戰是靠一個 不過靠一個AI認為沒有必要 他認為白騎應該先在這邊走騎 去靠兩下之後呢 去防止黑騎在這邊做模樣 那一方面他也覺得 局部白騎如果要走的話 應該是點了 頂了一段掉了 這樣子可以直接把黑騎這顆紙給割下來 譬如說從這個角度來說 前面這個黑騎這個大飛啊 看起來好像有點不簡明 讓白騎有一些拼搏的手段 好 那麼實戰來說呢 白騎是靠這個 然後白騎 黑騎是退 然後白騎呢 就把這兩顆字給割下來 然後這時候AI 實戰的黑騎是搬這個 但是AI認為 黑騎應該在外面 在右邊去走騎 比方說撿那個大飛或者說是飛這個 黑騎應該在右邊去圍空 那實戰黑騎搬的時候呢 白騎是往這間衝一個 那AI也推薦局部 也許可以直接貼了把這個斷掉 然後去形成一場亂戰 這黑騎可能會跑 也有可能不會跑 不知道搞不清楚 那不過實戰呢 是白騎往這邊尖衝一個 那尖衝的時候 黑騎貼了之後 去右邊拆個2 那白騎拐的時候呢 黑騎實戰這一頂啊 看起來是蠻緩的一手棋 那AI也非常的不看好這部棋 這部棋好像掉了差不多20點的勝率吧 AI認為啊 黑騎這裡應該去點一下之後呢 飛這個 去強調白騎這邊的弱點 那白騎可能還得補斷之類的 那交換一下總是有便宜的 那實戰黑騎這一頂啊 不知道是有點優勢意識還是怎麼樣 走的有一些些緩 不夠靈活 那白騎這時候實戰 是選擇這邊尖衝之後 先兼衝一下 一方面也是間接支援這三顆白騎 那之後呢 黑騎飛一個 也是實控相當大的一部棋 之後啊 這邊實戰 白騎是往這裡頭碰一個 那不過呢 AI是推薦白騎應該去 中間搬幾下 中間搬幾下之後 後續可能可以往這貼 貼了斷掉 這邊多了幾顆子的接印 這樣戰鬥起來總是更加有利 那局部呢 白騎也可以先去這邊收個關之類的 然後這個圖是怎樣 也是可以直接貼斷 那跟剛可也差不多 就是白騎中間先走幾下 再去 再去貼了斷掉 這樣戰鬥可能黑騎不太好 不過實戰白騎是往這碰一個 那碰的時候呢 黑騎是搬 然後白騎頂 然後黑騎呢 實戰是往這搬一個 不過 AI認為黑騎應該單衝就可以了 單衝 那白騎這邊大概搬過 那黑騎連搬下來 去做棄子之後呢 再教示一下 再往這一場 一方面也是 挺出頭去接應這塊騎 實戰黑騎這一搬 在這裡退回 他的想法其實是 可能想要去衝擊白騎下面這塊騎 但是從結果上來說 是不太好的一個結果 白騎實戰是往這段 那黑騎搬這個 那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圖 他意思就是說 搬一個 那你肯定是要走這邊嘛 那我在這一桶進來 白騎下面這塊騎 他覺得 有點薄 有點薄 但是 之後的戰鬥是 反而是黑騎吃虧了 所以說 AI認為黑騎這裡 應該就簡單的 打吃一虎就可以了 那打吃一虎的話呢 白騎這裡是衝不進來 這一衝我剛好可以斷掉 這樣白騎不行 所以說白騎只能度過 那黑騎再去衝了打吃一場 局部白騎將來 這邊目數都是蠻鬆的 你這個收器 我這一粒你還不敢團 你團 這邊我打死 這不行 只能夠收器 那我這個 將來打吃之後呢 在這一題 白騎的目數是蠻少的 所以說 AI認為白騎 黑騎就簡單的打了一虎就可以了 局部黑騎肯定眼味也是非常豐富的 這個 因為這個也衝不進來嘛 那將來可能是走成這樣子 那 黑騎的眼味總是不成問題 那麼實戰這一班的時候 白騎肯定不會再擋了嘛 擋的話 這邊被我再打一虎 那你只能夠這樣子去做虎 還不能夠度過 這個白騎顯然是虧大 所以說白騎這裡顯然是 必須要去斷掉 那黑騎就捅進來 黑騎走這個交換肯定是在 他走93之前啊 就已經全部料想好了 他覺得說 我雖然說這邊虧一些實控 但是我這邊也破禁啊 也能夠彌補這個損失 而且一方面也是能夠衝擊到白騎下面這塊騎 但是呢 黑騎似乎在之後的計算啊 有一些失誤 他誤判了雙方的後保 那我們就接著看下去 白騎實戰先爬一下之後呢 下面拆一個 那實戰是黑騎直接往這邊點一個去攻擊白騎 但是這裡啊 AI是覺得 黑騎應該先去斷一下 去斷一下做利益 白騎肯定是不能夠走這個啦 你這一走的話 這我一打 那白騎這邊就不能夠要了 這個直接被我提掉了 這白騎肯定不行 所以說白騎拘步 應該是只有去團一個 這樣子啊 將來我這邊就有一些貼的一些利益 一些先手利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 好像沒什麼了不起了 但是啊 有時候這種東西就是會差蠻多了 你現在不斷 將來可能就已經斷不到了 好 那我們就看實戰 實戰是黑騎直接去點一個 然後在這裡一下 白騎去擠 然後黑騎這邊必須度過 但是度過的同時啊 中間也被白騎給斷開了 那走到這邊我們就可以發現 剛剛黑騎這裡沒斷 現在就已經差多了 你現在再去斷 誰會團在這邊 他當然是提在外面去補了 所以說這個沒交換到 也是有些虧的 那從結果上來說呢 被白騎這一段啊 黑騎中間這裡已經變得太薄了 那之後的戰鬥 黑騎也是沒有能夠獲得好的結果 實戰是黑騎往這個靠 然後白騎搬了一貼 然後實戰是黑騎往這 長一個 但這裡啊 AI是推薦黑騎應該去搬這個 那搬的時候 白騎如果斷一下再打 擋的話呢 那黑騎就打刺一下長 然後 這邊白騎這條 必須得補 你如果不補的話 我這一長下面是 可能是沒有活的 就算能活也是比較局促的一個形狀 會被刮得比較慘 所以白騎得補 那黑騎就 飛一下之後再長過來 這樣子走的話 黑騎中間會比較厚一些 而且也能夠有一些潛力 那白騎這裡的潛力也都幾乎是沒有的 那實戰黑騎這一長還有個問題 就是說白騎這個打吃之後 在這一滾啊 這個 黑騎會被打成一坨大餅 而且白騎這一跳 白騎這邊 蠻厚的一個旗形 那黑騎也是 比較薄 而且也沒有什麼木 走到這邊應該就是 黑騎比較差的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做個形式判斷 那這個是我剛剛點過木的一個結果 黑騎總共大概54木 那白騎總共大概56木 雙方的盤面上來說 木數已經是差不多了 而且 白騎在右邊的一些潛力也是更多 而且這盤騎全盤白騎還算是比較厚一些 黑騎中間有些薄位 而且這邊有一些殘子 可能將來還會被白騎吃回去 而且如果說白騎比較厚的話 將來兩顆子說不定 黑騎還吃不住 也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說這個木樹 白騎都已經盤面不差 而且厚薄上來說 還是白騎比較厚的一個結果 那這樣子 黑騎走到這邊應該是已經不太好了 另外在這邊的時候 白騎摳吃啊 AI也推薦黑騎似乎不要再沾了 沾被滾成一大坨之後就不太好 他認為黑騎有藏這個的可能性 那藏這個首先要忍受被白騎這個直接提掉 但是呢 黑騎可以衝到這個 那衝到這個的時候 白騎這兩顆是不太能夠再救了 黑騎在這一衝著 在這一藏 白騎下面這一塊騎可能整個都會死掉 比如說白騎兩顆是不能夠再救 那如果白騎補的話呢 那黑騎在這個打出來 打出來之後貼貼貼 貼貼貼之後在這一衝 在這一衝 那白騎呢可能把兩顆子救出來 把中間這邊的黑子給吃掉 那黑騎也把這裡給吃掉之後呢 誒 看看後續這邊是怎麼下 不知道說是要吃兩顆騎子 還是有沒有可能大吃 把這整塊騎都給全部吃掉之類的 也挺複雜的 搞不清楚 不過這樣子攪亂局勢 總比剛剛那樣子的 有點趨近於安樂死的走法 可能要來的更好一點 那實戰這邊被白騎滾成一坨大餅子 在這一跳之後啊 黑騎這盤騎應該說就已經有點回天乏術了 之後雙方雖然還下了很多 不過從結論上來說呢 黑騎的攪局啊應該也都是沒有太好的結果 那實戰之後的一些進程呢 也都差不多 不過這時候 黑騎頂的時候 白騎不能夠喪心病狂去吃這個 你如果這一吃的話 這一衝 這邊是要出問題 所以說白騎這裡是必須得補 那之後白騎也都一直走比較穩健 然後這邊有一點小小的 比較亂的地方 就是說這邊黑騎搬出 然後白騎實戰是尖一下 這個是先手 不然這邊被斷了 黑騎不行 所以說黑騎得補 那白騎再去斷這個 那局部如果說黑騎去做亂的話 會怎麼樣呢 黑騎如果說是打了之後打吃衝下來 白騎其實就簡單打吃 就是在這裏 在這一尖 局部上來說呢 是一個黑騎慢一氣的結果 這白騎搬起來算是炎氣的手段 之後再這一貼 這樣子局部 黑騎是慢一氣的 所以說這邊 黑騎如果說要打進去做亂也是沒有辦法 那實戰呢 黑騎就可能也算輕了 就去收收關 那收收關之後 白騎就減明一點 就直接補起來 那之後 黑騎呢 就面臨一個目數不夠的一個結果 雙方之後還下了很多 不過 從勝負的角度上來說 也是沒有太大意義 之後雙方還打這個結 打了好久 不過可能是 黑騎的唐瑋星啊 算是一些比較 轉換心情的一些下法 之後還收了好多 那走到這一手旗呢 黑騎就投降了 如果繼續走的話 黑騎這邊局部還必須收氣喔 這白騎就隨便走 比方說隨便走一個 那這後面還要收氣吃這個黑騎肯定是受不了 甚至還有緩移氣節的可能性喔 你如果說團的話 我搬了一沾 那局部好像是緩移氣節 據說黑騎受不了 那他就直接投了 是走到250的時候 黑騎直接投了 那 這盤騎到這邊 黑騎應該盤面也不太夠了 稍微總結一下 就是說前面這邊啊 前面這裡 這應該雙方差不多 然後這邊啊 AI認為黑騎應該長一個 雖然說落後手 但是 稍微比較厚一點 然後實際上黑騎唐偉欣想要搶個先手 然後先去破壞走下腳 應該說也是正常的人類思路 不過AI認為是稍微虧了一些 之後這邊也是差不多 然後這邊白騎應該抓住機會 貼貼貼之後呢 去穿黑騎的向眼 這樣黑騎似乎是不好處理 實戰飛算是稍微比較軟弱一點 可能算是不太好 之後在這裡的處理 白騎也許是應該去斷這個 可能會比實戰這個結果上來說呢 會好一些 實戰這個下法呢 黑騎把兩顆子給割下來之後 又去把左上角掏活 走到這邊應該是黑騎不錯的一個結果 但是拐的時候 黑騎這個大飛可能有點沒必要 讓白騎後續有一些可以拼搏的空間了 然後實戰這裡呢 白騎拐的時候 黑騎這個單純的頂住 應該是稍微緩的一個下法 AI認為黑騎應該點了之後去大飛這個 會比較積極一些 然後實戰白騎這一靠的時候啊 黑騎這個班的下法呢 是他意圖去鑽進去角裡去衝擊白騎的薄衛 但是從結果上來說是不太好 黑騎應該就簡單的長回 讓白騎度過就可以了 那黑騎這邊誤判了雙方的後薄之後呢 走到這邊的戰鬥啊 後面應該說黑騎就已經不太好 而且前面這裡黑騎也少斷了一下 也是虧了一些 然後這邊呢 黑騎應該搬這個 也許是最後的機會 實戰這個長呢 被白騎這個滾包啊 應該是就不太行了 不過這裡黑騎也是有長出來的可能性 不過這邊要先忍受被白騎提掉之後 再去打這個 也許要形成一場亂戰 這個也挺搞不清的 也許白騎不一定會長喔 也許他就簡單的補一個也是有可能 不過這樣子也許比實戰的下法要來的好一些 實戰這個被滾包之後 讓白騎這一跳 似乎就已經有點安樂死的感覺了 白騎全盤目數 盤面上來說都已經目數差不多 而且還是白騎比較厚的一個格局 那可能就黑騎已經不太好 後面的騎應該說跟勝負來說已經沒有太大關係了 好吧那這盤騎就跟大家講解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